这个男人天赋异禀 去用活来的怪物 假如今天推荐的电影 活死人之夜 曾经的扇子女王李真贤 摇身变成复仇天使 她只想知道 自己的丈夫 到底是不是人 她本想用一场完美谋杀 干掉自己的丈夫 没想到却措手电死了她 堵死了她 她和她 掌握腾哥铁证后 贤姐找到了闺蜜金服男 常文男杰面善心狠 曾经把家暴老公 堕碎了裹上大将喂狗 逃到韩国马家屠后 开了家猪肉铺 找她帮忙毁尸灭迹 准没错 然而私家侦探 劝贤姐收手 搜集了上千条证据 人送外号千条哥的他 发现了一个秘密 腾哥不是人 而是外星人 那只腾哥也早有了杀气的念头 他高价买来 一日丧命伞 无色无味 只用了几秒钟 就让贤姐窒息倒地 面对僵直的王妻 猫哭耗子假慈悲的腾哥 演技逼真的 连耳朵声都想给他一张S卡 但男姐再明白不过 一定是腾哥先下手为强 正当两人大打出手之际 贤姐居然乍尸而起 下出了一堆表情包 医生说是贤姐运气好 老板却不承认自己卖假药 他给腾哥重新配方 发誓说 不夺不要钱 腾哥忙着毒杀妻子 贤姐也没闲着 他和男姐签条哥 提前回家 在浴缸中布下了机关 只要按下打火机 万福电流 瞬间涌入洗澡水 就算是雷电法王 也必死无疑 但紫衣大姐的提枪闯入 打破了节奏 盟女名叫阿子 她被骗了感情 千条哥隐瞒侦探的身份 和她谈恋爱 说自己是高端艺术摄影师 得知千条哥手机定位后 阿子怒火攻心 这里居然是她高中同桌 贤姐的家 为了不暴露杀人计划 贤姐和男姐 费尽口舌 才劝阿子放下武器 嗨 虚惊一场 来根滑子吧 电光石火间公寓大楼 短路跳闸 一股韩国烤肉的味道 也随之飘出 那一刻阿子崩溃了 他来找死鬼算账 结果找到的 真的是个死鬼 就在这时 腾哥打来电话 停电爬楼 他已经距离家门 近在咫尺 来不及解释了 男姐和阿子 拖着全熟的千条哥 躲进了衣柜 贤姐则换上了笑脸 开门迎接老公 听到熟悉的BGM 想起 贤姐知道 既不可失 决然地按下了按钮 弥漫的烟气 勾人的香味 这一切都说明 他们猜错了 腾哥活蹦乱跳地 站在原地 尴尬地拖出了三室一厅 好在衔接机智 以生日惊喜为借口 化解了即将败露的心迹 四个人各怀鬼胎 推杯换盏 其实红酒里 早就灌进了 足足一斤砒霜 万万没想到 腾哥一口下去 面不改色 还说 嗯 味道好极了 目瞪狗呆的女人们 还没想明白 就听到衣柜传来响动 千条哥命大福大 又活过来了 只是复活不过三秒 以为家里进贼的腾哥 一棍子下去 千条哥 又挂了 人死总要找地方买把 贤姐只能暂停杀夫计划 让腾哥背上外交里嫩的 千条哥找地方抛尸 一开门 就撞见了腾哥手下的小弟们 使脸懵逼的他们 是来帮腾哥杀贤姐的 腾哥使了个颜色 说进入坐坐 去去就回 然后开着武林红光 来到了荒山遗岭 本以为 挖坑是个体力活 没想到腾哥 分分钟就跑出了 四十米的深坑 问他为啥那么 善于挖坑 他说 都是和霞叔学的 斯密达 望着坑里的丈夫 这时不下手 更待何时 贤姐一铲子下去 腾哥应生而倒 几个女人 露起秀色 很快就把他们 都给埋了 然而 奇系再次出现了 Oh my god 你是拿到 无限复活卡吗 夺路而逃的女人们 试图开车 甩掉狂奔的腾哥 起了这怪物 一跃而起 垂碎了天窗 想钻进车里杀人 危机关头 贤姐一脚刹车 腾哥腾空而起 腾的一声 双入悬崖 这回总该消停了吧 筋疲力尽的贤姐 回家再一推门 石化了 小弟们喝光了 披霜红酒 全都成了 死不瞑目的样子 还能咋办 继续回去挖坑呗 只是他们今天 活该走霉运 出门就碰到了 酒驾检查 警察一看 火 几个菜呀 老公们都喝得 不省人事啊 还让女人来开车 来 下来走两步呗 这一吹 男姐驾照 直接吊销 连人带车 全被扣进了 马家屯派出所 绝望的他们 正准备坦白 自己手上的人命案 哪知再一扭头 Unbelievable 我去 小弟们全都是 荣光焕发 蓬头垢面的千条哥 被当成了流浪汉 领了进来 最可怕的是腾哥 这家伙 两口汽油下肚 连个皮外伤都没有 故事说到这里 真相早已大白 腾哥和他的小弟 真的不是人 身为天外来客的一种 他们通过各种手段 入侵人类社会 就连卖药的老板 也是垫不死的同伙 不过 他们当中出了个叛徒 丧彪 不仅投靠政府 还成立了黑衣人 组织韩国分舵 想要把腾哥等人 赶尽杀绝 于是 丧彪一路追踪 来到了马家屯 此时的山谷里 只剩下坠崖的 武林红光 就在几分钟前 和贤姐彻底摊牌的腾哥 来了招 同归于尽 侥幸逃生的女人们 东躲西藏 见证了腾哥 和丧彪的生死对决 不过 这都不重要了 丧彪死后 进度条 也快撑不住了 贤姐用千条歌 调配好的特殊药剂 一身扎死了腾哥 这场怎么都 完结不了的闹剧 终于画上了句号 看完这部 活死人之夜 霞叔想说 本篇听着像丧尸品 其实就是披着 科幻外衣的喜剧 深究逻辑 那就是各位太认真了 贤姐之所以命大福大 其实也很好猜 各位小宝贝 猜到了吗 她就是隐藏的 最深的外星人 好了 这部片子就说到这里 喜欢就点赞 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更精彩 我是霞叔 下一期不见不散哦